第六场是杯赛 香港篮球总会杯 四班的1650米 状态好我觉得235也挺漂亮 配备转变这只4号的进行星 初戴眼罩 初用榜利 今次亦增情 光明先驱除眼罩 先看这只爆谷 今年表现大致稳定 起码每次都和你追 但因为上次形势不好 迫着要早走上来 就不是它最好的跑法 所以上次我觉得就不能够作得准 初阶段也很记得中逸离 跑这只马的论论进进 叫做现在都能跑得到 全民皆知 状态是健康的 无限当虽然它跑 但上次也有个第四 跳回这些马 色水依然都是立令 刚刚这个骑恋组合金装令 整个冷脚 这只健康马亦非常合格 田太岸 其实它和何妍很少合作 但因为这只马赢了 今次再让它跑 以前上手装 每次骑身都行 进行星 4月13日穿坐衣 黄色衣服那只 整个眼罩 绑上脸 而增情 这只马一向落脚 都已经越来越慢了 你看看它上次也增情上千四 依然都追几多 上次的杂箱差点 所以也弹弹杂 这只很聪明 因为那只5号跑得密 所以拍不到 但它也赢过我近期 这只很聪明 但我经常都觉得 它四班不是很足够 但那场又被它赢了 对 季初又弄了一场 刚刚又再弄了Win 旅游小子的近镜 色水还未够 还是这个镜头 你看得到一片片片 线条味真的很吸引 三岁马 还要学习 这只喜连心星 这些是竞赛小组 常常盯着的马 因为这只马 它不是跑法盯着它 古灵精怪 是它自己有些问题 常常跑步会跳 所以这些马 常常会有些警告一下它 是不是条气不顺 因为它也是传名马 光明先驱 上次又是那些濕濕的泥 又可以抹它 但你说纯体它走过 这次脱眼罩 又不是很起眼 好了 这只上次也跑到 健康有事了 雷英复星 后面转了马房 平行时空 4月11日 也是那天 刚刚过去的星期二 十多组的集 前面八彩跑了 再边包商是皇帝金 中间是红海复星 雷英复星没有骑 周俊乐也是暗僵不动 后面平海平行时空没有位 全程都是这样 这个位置回来 是嫌过了终点 那只雷英复星的势势弱了一点 是的 我也同意这一点 因为季初觉得那只马转行一点 好记得他季初第一波跑来的 应声弹出那只马 直接火气 太厉害了 之后留着来跑有遮挡 弹不弹 赢了几分 四下三分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这只上次也近了 满在贵来卖变 近镜镜日相也入胃 但两只马 其实神草也不是很起眼的 但他们也算是来得快 好了 来到第六场 四班的1650迷 这场是三支刺关 但出马 都是不满额的 我觉得这一组 都不是很多很硬的马 所以先选择这只 健康马 他叫健康马 但他也曾经试过气管有血 所以你求神八佛 要他的健康 首先没事 如果他有事就大事了 另外四号的进行星 当然是叻的马 但他已经好像 每次都热门了 因为一再追得好 千二又追得好 谷草又追得好 上次千射又追得好 但你说1650 会不会又同样发生这种情况 不知道 但我没有否定过 它是一只能力高强的马 这个进行星 是好像时机、时机 没有夹得到 它赢得到 其他的马 你说九号光明先驱 我记得上次和阿涛做 全黎地夜马 我都选择他做进步之星的马 其实看他跳 神操是比较好 但上次湿泥 他追也不追 前次来地他也会追 但这些大彩池 我有点担心 这些马看不透 你不要飞掉这只光明先驱 它已经比较好 所以这些是冷门 暗牌的 看不透 近期这个马房 叶初黎马房 有很多这些冷门晒笔 所以拖它一直都要看着 光明先驱 但简眼方面 也先看健康马 真是的 人马合拍这件事很重要 以往也不是这么容易发挥的马 放在田泰安 搞得行 大家都可以查 田泰安赫言 其实根本是很少合作的 一个骑念配搭 既然这只马 可以 还有这个人马合拍 是没脱过的 都是先移动它 现在加5分加6磅 未至于或是135磅 所以也要扔它 进行星 马是立脚的 还有看一个杂伤 看一个毛病 究竟可否再唱顺一点 转一转手 不要再看看何志炎 不是说何志炎跑得不好 但有时马转一转手 可能事出彩虹也不定 还有这些马是不断进步 看副系那样东西 怎会谷手不行 就是照计 过来跑马底 它是适应的 不过来看看临场的 沙圈情绪是如何 再看10和11对 我觉得女英复星的火气 是贵初再火烹烹烹烹点 满载归来 它还是一些身下颈 三岁年轻人 第一次增情 看看什么走势 3T头两关也说完了 休息一会 回来看看尾关的场合